大家好 我是阿差亚 之前做过两组 苹果Mac电脑新手入门教程 第一组是关于基础设置的 当你第一次拿到一个 苹果笔记本电脑的时候 做一些简单的设置 可以让电脑变得更好用 还有就是苹果电脑的使用方法 和Windows很不一样 比如安装软件 下载软件 以及常用的桌面 底部的大克兰 上面的菜单 在第一组教程里面 都做过比较详细的讲解 第二组教程 主要是关于空间清理的 当电脑使用的时间 比较长了之后 硬盘空间会余额不足 剩余空间越来越少 这是因为有大量的垃圾 没有被清理造成的 在那个课程里面 我介绍过几种常见的软件 有免费的也有付费的 还介绍过一个卸载软件 如何把应用程序清理干净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 第三组教程 也是面向Mac电脑新手用户的 最近我把我手上这台 MacBook Pro笔记本电脑 它的系统从最新的 Bixer 11.6降级到了10.13 关于为什么降级就不说了 在之前介绍过 关于怎么降级 我之前也出过一套教程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我这次降级 并没有采用 Time Machine的恢复备份 而是全新设置 因为我很久没有全新设置过了 这次降级之后 我发现我对苹果Mac系统的默认设置很不适应 虽然我同步了iCloud 但是这些产用设置在iCloud里面是不会备份的 还需要手动一个一个的去修改 具体怎么修改的内容比较多 我准备做一套或者两套课程和各位分享一下 每个课时一个知识点 因为我的这些设置你可能以前想过 也可能没有想过 感兴趣的同学不妨试一下 这个视频就算一个银子 下节课我们正式开始 了点逻辑 看看最终了 倒 knew 我还没用 devantuku 写 已经 不是